大家好,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四,香港股市就十分之不好了 好了,大家看看昨天北水也有流出,因此反映之后就很简单,市值跌到狗 半度看好些,零售好些,天然气好些,黄金好些,其他的跌下来,没得搞 怎样搞呢?一看,一片绿油油,没了,小米好些,快瘦好些,都是反弹的 接着看看旗帜,旗帜一跌穿了,保利加通道很充足就不行了 下面试试试底部,现在是18177,至于穿不穿底另计,没拍子了 我们看看周善图的画,我们看到他现在就在这里,一个斜斜地下来 如果这样的话,就是这样了,就是下降通道了 如果这里的话,再下来,就不是再跟着试保利加通道底的了 是要到这里这个位的了,那这里这个位,看看他跌到多少才到这个位了 如果这里的话,就试回来这边这个位了 好,好痛苦,好痛苦,没拍子了 因为呢,成交也在萎缩,最主要就是要这样的情况之中 就是因为是很简单的,世界真正不是好 好了,所以都不是太好买东西 要是我们来看看今天怎么做呢 今天就来看看,哎呀,还可以唯一想想的就是中国外云